大家好,欢迎来到茶叶的一餐,我是茶叶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香菇排骨焖饭 是一款电饭包食谱 先来准备一些香菇 香菇因为需要提前泡发,用温水会发得更快一些 然后再准备一些排骨 在排骨中加入一些食用盐 既可以杀菌,也可以泡出排骨中的杂质 先将它们抓匀 然后加入清水,浸泡15分钟 尽可能多的泡出一些血水 再一次冲洗干净 这样反复清洗两三遍 然后开火,给排骨焯水 冷水下锅,直接放入排骨 然后放入葱段和生姜 再加入少许料酒 用大火直接烧开,然后留一分钟之后捞起 再次加入温水 再加入少许料的土豆和胡萝卜 切成碎丁 因为土豆很容易被氧化,我们加水浸泡 放在一边备用 这次的香菇已经泡软了 先将它们的根部切除 如果有大颗粒的蘑菇,可以将它对半切开 再来准备一些青豆和玉米粒 再准备一些葱段和生姜 在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放入葱段和生姜 开中火,将它们炒出香味 直到葱段微微的发黄 放入排骨,进行翻炒 之后加入甜面酱一汤匙 加入一汤匙的黄豆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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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它们翻炒均匀 加入三汤匙的生抽 再加入三汤匙的生抽 再加上老抽 老抽主要是给排骨上色 如果你喜欢口味偏甜 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白糖 加入开水 加入香菇 再加一汤匙的蚝油 盖上锅盖 中小火煮15分钟 15分钟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一汤匙的香菇 加入一汤匙的酱 加入一汤匙的黄豆酱 加入一汤匙的酱 加入一汤匙的酱 用减硬的电盘过来做,提前把米泡软,这样煮蒜米饭不容易夹伸 然后倒入排骨汤,汤汁不够的话,可以用清水代替 然后直接选择煮饭模式 等到米饭煮到七八成熟的时候,加入土豆和胡萝卜 油底向上,搅拌均匀 继续煮,大约10分钟左右,加入青豆和玉米 再次搅拌均匀,煮好后,保温10分钟左右 多么的简单,像喷喷的一锅米饭,而且吃起来有滋有味 一款老少皆宜,简单,美味,又好吃 如果你喜欢我的食谱,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茶叶,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也请你在屏幕下方留言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